才刚开门没多久已经有员工在指导排队路线 而这就是当天开门不到15分钟XX的排队人数 可能塞个袜子之类的 因为真的很痛 从交通到APP使用以及入园的小Mega 这集通通都整理出来 想要去爱保乐园的千万不要错过这集 今天要介绍的是去首尔大部分的游客 都会去的热门景点之一 爱保乐园 首先是购票 爱保乐园门票有不同的票价 可以分成ABCD四种 比较热门的时间 比如说夏天、周末和国定假日的票价 就会比冬天平日来得贵 我推荐三个购票平台 Klook、KKday、CreateTrip 他们也都有卖包含来回接送的套票 可以先去比个价再下单 再来是爱保乐园的APP 目前爱保乐园的APP 只有韩文跟英文 所以如果英文不好的 只需要记住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要登记门票 不管你是透过哪一个平台购买门票 基本上都会得到一个QR Code 或是一组序号 只要在这个地方输入资料 就可以登记门票 记得一群人都只要把门票 登记在同一只手机的APP里 这样智能排队的时候才能一起排 接着就是当你入园后 点击SmartCute的这个List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今天可以智能排队的所有项目 其中最常熟的就是可以看到 凶猛动物的Safari World 像我们去的那天10点01分 智能排队的人数限额就达标了 这样的情况下 就只能在下午2点后到现场排队 如果限额还没到 可以在这边点击智能排队 接着会看到这个画面 有你智能排队的项目以及人数 APP也会显示倒数的预估时间 当你可以搭乘的时候 它们就会显示确切的时间跟QR Code 在智能排队入口刷QR Code 就可以入场了 记得智能排队一次只能排一个项目 搭乘完才能排另外一项 点击这个Map的选上 就可以看到整个乐园的地图 以及所有设施需排队等待的时间 上面那排的分类项目中 可以选择刀叉 就可以知道乐园里所有餐厅的位置 选择宝宝推车 也可以看到厕所或是育婴哺乳室 建议可以带一个宝特瓶 就可以在大部分的餐厅或是育婴室里面 重复的装水来喝喔 接下来讲到爱宝乐园的交通 可以分成下面这几种 自驾或包车 团体接驳车和大众交通 最省时也最贵的就是包车 如果你是带着小孩 有很多给系或是婴儿车 口袋又够深的话 就可以选择直接从爱宝乐园官网 预定专车接送的这个选项 再来则是团体接驳车 在推荐的三个购票平台上 都可以找到从首尔出发的直达接驳巴士 只要在指定时间在指定地点集合 大约50分钟就可以直达爱宝乐园 费用一人差不多是200到300台币之间 算是CP值相当高的选项 不过因为要配合巴士的时间 所以没有办法在乐园开门前就抵达 或是需要早早就离开乐园 最后则是大众交通 搭乘地铁需要先坐盆堂线前往气心站 接着在气心站转成爱宝线 在终点站下车后再转搭免费接驳车 前往爱宝乐园 需耗时约两个小时 来回费用大约是160台币 虽然最耗时但也是自由度最高的 想要提早入园抢智能排队 或是想要玩好玩满的人 可以选择这个方式 在爱宝乐园站下车后往三号出口前进 下楼梯后马上右转 直升机来接我了 直升机来接我了 在哪里 这边这个棚架就是等待免费接驳车的地方 大约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抵达爱宝乐园的门口 这人 这人数 是怎么回事 爱宝乐园 爱宝乐园入场的排队路线有很多条 我们大约是九点半抵达 每条排队的人龙都已经超过一百公尺 我们就只是在一个一般的平日来 不知道为什么到底会有这么多人 在九点五十左右 乐园开始慢慢让游客入场 你们会经过这个大家来爱宝乐园必拍的魔法术 但是我在这边奉劝大家 你有的是时间拍照 所以请直冲去最热门 也是我最喜欢的游乐设施 奔跑了小孩 会不会撞飞啊 大约边走边跑十分钟后 我们抵达木职云霄飞车的排队处 才刚开门没多久 已经有员工在指导排队路线 而这就是当天开门不到15分钟 木职云霄飞车的排队人数 云霄飞车的框架都是用木条打造 看起来很复杂但超脆弱 让刺激程度加分不少 我们到约排了一个小时就换我们搭乘啦 这个真的很好玩一定要做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 刚刚我做的时候我哭欸 就两滴眼泪这样掉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瘋的关系 我是不怕云霄飞车的人 但是这个它每次都会就是 一下来又上去又下来 所以就让你有点措手不及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每次下去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会飞起来 所以恐怖度又有在增加 因为它是木灶的云霄飞车嘛 它有一些是在轨道跟轨道的中间 所以它离上面很高 你就会觉得你好像要撞到头顶那种感觉 真的超级刺激 我觉得可以值得排两次 这个游戏因为很少人排队 所以我们就来这里去个人 庆宜休息一下 顺便插赌树的人要请今天的午餐 这个也是其中一项热门设施 但是这种疯狂旋转的风格 对我一个很容易晕车的人来说 真的不敢恭维 不想在园区内走路爬上爬下 可以考虑这个露天缆车 通常往下的方向排队不会这么多人 但是往上可能都要排30分钟左右 好刺激 怎么那么刺激 尖叫啊 放手啊你干嘛抓 天气好的时候我是蛮建议可以坐往下的方向 一边休息一边欣赏风景也不错 午餐随便找了一个餐厅吃了咖喱猪排饭乌龙面套餐 口味普通不过价钱不会到惊人的贵 接着我们来挑战会让人失声的设施 这个设施很贴心的安装了一块塑胶布 让你可以盖在身上稍微的防水 看超多餐饭 在这上面 哇耍 Dru的快点银ом 舒适 Present 有啊 有啊 他水都在床中间 哇 哇 啊 太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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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設施非常的好玩 我很推薦,但就是要做好身體會虛的心理準備 這裡也有遊樂園必備的花車遊行 規模當然不會像迪士尼這麼豪華 不過我相信小朋友看到還是會很開心 如果有經過可以稍微停下來看 但是我覺得沒有到需要提前來卡位的必要 好 啊 既然已經為師 我們再安排另外一個會虛聲的遊戲 啊 啊 啊 褲子也濕了 鞋子也濕了 這什麼虧 你還坐第一排 會先濕的是褲子跟鞋子 屁股也濕了 一坐下來椅子就是濕的 慘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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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肥好絲 這個遊戲整體而言也相當刺激 總而言之,剛剛的設施會讓你上半身失 而這項設施則會讓你下半身跟頭髮失掉 我們搭乘的最後一項設施則是這個 剛剛玩這個機器啊 男生請注意 因為他剛好安全鎖的那個東西是在生殖器那個部位 就算是我我都覺得壓了我的尺骨超痛 所以我覺得男生你自己注意一點要做可能 可能塞個襪子之類的 因為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 這就是我們在愛保樂園的一天啦 希望你們去的時候也可以玩得開心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幫我的影片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那就先這樣子囉 掰掰 又トップ 喔 那家裏